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4比21不敌只有23岁的三号种子艾斯逊 接着继续为您跟进有关国内啤酒节风波的罪名消息 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法早前说过 凡是想要入境大马参与啤酒节或者是同志活动的外国游客 当局可以无需经过调查就将他们驱逐出境 并且强调警方和伊斯兰发展局已经呈上一份驱逐名单 针对这份名单 马华总会长廖忠来就表示震惊 毕竟伊斯兰发展局原本是负责伊斯兰事务 如今却踩过界监督人民 廖忠来也说 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 喝啤酒虽然不在伊斯兰的范畴之下 但非穆斯林有权选择喝或者是不喝 轮不到该局来决定 至于啤酒节和同志聚会 廖忠来则表示 这是两码字式 不能够混为一谈 如果拒绝啤酒的聚会是因为安全保安的问题 马华可以理解 但如果是同志的聚会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 另外 穆斯达法今天也否认 有这一份驱逐名单的存在 他改口风说 只要有关的单位乘上名单 移民局就会履行职务 并且会严格遵守指示执法 以确保大马的文化正常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马来企业家阿布莎西现役 透过齐校未上市的公司 马主矿股收购南北大道 针对此事件 乌统市及央区国会议员 安努亚马南就指出 目前政府透过UEM集团和雇员工基金局 持有南北大道 是唯一巨大的基建投资 而此投资为1450万名工基金局的会员和政府 在年度股息以及税收方面带来可观的回酬 所以南北大道的营运权应该要继续留在政府手中 至于马主矿股建议 在未来20年不涨过路费一事 安努亚就表示 这看似很好 但以过往的一些案例 原料成本正在上涨的同时 如果过路费没有涨价 到时候大道可能需要政府提供10至15年的财政援助 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在新加坡主办的第一届亚洲格斗冠军赛闹出人命 世界健美健身协会会长帕迪和新加坡艺人林一斌 在台上较量短短五分钟 头部中了五六拳之后 不知晕倒 宋怨不至 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 帕迪在第一轮中战上风 几次连续出手 将林一斌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第二轮开始之后 双方原本是薰力敌 帕迪连续挨了林一斌五六拳 最后还被一拳打倒在地流出鼻血 他之后宋怨于昨天晚上九点在医院去世 死因目前还在确认当中 最后有余了消息 韩团Royal Pirates被尸首James 于2015年在一场朋友聚会中 不幸被餐厅的玻璃门压到 导致左手腕受伤 当时医生就说 有可能需要截肢 但他还是不放弃 努力复健 希望能够救回左手 只可惜的是 经过两年之后 最终还是难逃至残酷的现实 James日前在网上愤怒地公开左手筷子的照片 宣布左手已经截肢的消息 震惊一票粉丝 他更气愤的指责是因为餐厅的疏失 让他人生玄悔 他无奈地表示 由于不想让任何人难过和失望 选择退出乐团和公司 新闻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为James集气 希望他可以更坚强 新闻到此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